至於想開鮮 就差一點點東西 又要這樣按 其實為何要先看到我一過 因為我有些事情要交代 本來今天星期一 我打算去交錢 就是我們9月1日的活動 交一些訂金 即是預約了祖和丁 誰知就懵著懵著 去到祖和丁的時候 發覺原來星期一是休息的 所以我想我可能要明天才去交代 那時間有空的時候怎樣做呢 早了 早了我就去探Cat姐 Cat姐深水埗那間基隆 就做到31號 我想去探一下她 其實我也約了一些朋友 打算星期三結束節目 去深水埗那間店吃東西支持一下 去探Cat姐的時候 剛剛看到Facebook 打算了出來之後 她心突然很噁 其實有些眼淚已經扔了出來 幸好Cat姐很快過來 把我們的話題帶開了 個人就沒有那麼納悶 如果不是都挺傷心的 即是感覺就是 在基隆的時候 突然看到朱光偉扔了東西出來之後 然後自己又吃飯 不知道眼角突然有些眼淚 幸好Cat姐和我聊天 開始我們講我的話題 她說深水埗店為何周立 人事問題 我說到我都不願走 所以我都有點遲了回來 她臨尾走的時候 就叫我多謝叫代她 多謝大家支持基隆深水埗店 泰智這間店依然會繼續開下去 開得多久 因為現在時勢 大家都有點屈滿 基本上 星期三我就說 你星期三沒想到你來吃東西 她說她星期三五時會派飯 其實這個是基隆茶餐廳 不論深水埗也好 泰智有堅持也要做的事 星期五看下去撐一下她 康正回來 霸氣又有感冒嗎 牙育腫 有牙育腫 未得多切牙醫又腫了 真的 一腫了又不可以剝我 我星期四會見到她 因為大家知道星期四 下午在西九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立場判 立場判 星期四上五我又去探監 那天我跟阿猴哥說 我是貼身高藥 牙醫是嗎 刑屍 觀眾不知道你講什麼 你剛說牙醫要預訂我 我預訂牙醫 沒有人知道牙醫是等於李醫生 會見到她 多謝珈古 多謝 所以那天都比較忙些 星期四整天 晚上也有個很重要的約會 這個不公佈 大家一定會知道 回來 希望大家用Patreon支持我們 在這裏說 突然間發覺Patreon 多謝朋友 我都會多謝 他用了這個心愛維勞 一其我們有喜愛維勞 真愛維勞 心愛維勞 和罪愛維勞 是不同價錢的 他用第三級 都多謝你支持我們 起碼你對我們有一個認同 那管用任何級別 我們都是衷心多謝的 當然有一位我更加到現在 我都覺得對我們不利不起的 就是用罪愛維勞那個位 也是有位的 我衷心多謝你一直對我們不利不起 亦都要多謝一位聽眾 其實一直都有支持我們 就入了錢 就說 泰哥支持你們那個生日派對 入了錢請你們三位吃 這樣 我這裏都衷心多謝他 入了錢 每一次PayMe都很清楚 就完了節目都有人支持 好像我剛回來 節目開始之前 有一位又PayMe支持了我們 衷心多謝大家 因為其實 收視人數廣告收入 肯定是少了很多的 但是一直都有 有你們的支持 又有試制 令到我們好像是 頂得住下去 因為其實很多方面 很多人都覺得 今時今日香港真的很難頂 頂不住 我都希望大家支持住 我又有我的電話 98627332 還有記得訂閱 訂閱我們頻道 訂閱很重要的 也希望每集都可以提升少了訂閱人數 所以靠大家推播 很重要的 comments、like、share share很重要 comments很重要 like 也記得 如果可以月工的話 可以透過Patreon 或者是透過PayMe 一次過 我不喜歡用一次性這三個字 很北方的語言 一次過 OK PayMe和轉速快也可以 現場都可以試一下 現場試過 給我們見一下五光十色的東西 是的 都在這裡說回一點點 可能有些新的聽眾 我們每一次都要重複一次 很簡單的 社交媒體也好 你尊重我 我尊重你 多謝胡蘇妖怪 就是一個本身的尊重 還有其實我們不是老鳳的 OK 不要一直我們在評論著時事 你就評論我們的節目 或者評論我們的主持人 OK 評論都不要緊 如果有意見提供 譬如我再看一次 有人說我不舒服 不是 是牙肉腫 就免得嚇壞大家 大家看不開心 又要有意見 看得不開心 你就知道 有很多意見 或者你比較偏好 那些主持人 都是那個主持人最好 你們的垃圾 提意見不要緊 上一集都 我看到有人在留言 提了一些意見 說我笑得太多 但我已經解釋過了 在紀元的時候 有時候 難道你哭 哭到盡頭 或者我表到盡頭 那怎樣 自己是老氣 其實 我也是平氣 解釋給你聽 有時候的位置 就是荒謬到這樣 你唯有笑 可能有人看不習慣 又這樣看不習慣的時候 OK的 你給個意見 我盡量 盡量 可以克服到就克服到 但是大家都 不要 令到我們 做節目的時候 好像多了很多 這裡又要記住 這個觀眾不喜歡 這個 那個觀眾不喜歡這個 其實你不會百樣意見 一百個人有百個意見 我們就不用做了 很簡單 或者阿泰有時候 都口頭禪 講習慣了 一些世界 基本上 不要緊的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這位聽眾也都要說 其實你不是很習慣 你說到你是很入 可能你是新的觀眾 他都說了 他是很給意見 但是你沒有見過 百氣對著螢光幕 連續吊了四次 問候人老母的說話 不是同一個觀眾 不是同一個觀眾 不是同一個留言 不是有一個觀眾 就是你笑著 他覺得你譏諷 但有些真的譏諷 也不行 真的要實施 少下去的 我和百氣都有做過這個動作 當我大聲的時候 又會有人說 你這麼激動的 很大聲很吵 也這樣說 你生氣的時候 就不免會大聲 很吵 有些很關心 我有一百個觀眾 有一百個意見 那我怎樣呢 其實很難的 也有些很關心 甚至我這次有請我們去 康正先生會請我們吃東西 那位 他都留言給我 阿拜呢 好像怒氣了 你有空就跟他聊一下 他有些都擔心你 激動 所以說生氣就被人生氣 關心 我要強調 我明白 沒有人會入錢給你 我說一個道理 一個道理就是 我如果要聽所有人的意見 我就很難保持自己的 你不需要 你就是你 我們做節目 我們就是我們的 提見也可以 重點就是 你的字眼上面 可不可以不要 一個老闆式 或者是 我們正在評論時事 你就正在評論我們的節目 style 我不知道你是否在焦點 是否在看我們 有沒有留心聽我們說的內容 還是你留心看我們的 style 都是那句 如果你不對 可以試了 是覺得不對 有些人說你粗口太多了 我都是喜歡聽 詩詩文文的 扮學者權威型 喜歡聽 沒問題的 請而欲步去 我以後 我第一時間要給你 因為人家已經講到這樣 嘴巴是非 遲些說 對不起 我發覺你真是傻的 我先問一會 這個是交的 有很多人質疑我 為何你對蓋倫 你的事這麼激動 是因為他不斷 在我們說一些話的時候 他就說 我喜歡這樣 不行 他不斷在這裡 還要是洗版的問題 而且我沒有禁止他 我只是隱藏了他 只不過他不再留言 那我就不知道了 他沒有印 是非說 你跟誰說話 你出來給我 我在說的 不是是非 又是 不要解釋了 對他來說是交的 我不是禁止他 我不是禁止他 我是現在 我要給你聽完 我要給你聽完 他也聽到 你聽到就聽 他不聽就不聽 我們要隱藏 這個不是叫Band 阿泰 又要講清楚 我們沒有Band人 隱藏你的留言 你留不到 我浪費時間了 我們要解釋一下 基本的禮儀 我希望大家都要互相守 社會 社交網絡 我們上一集 在迷路不設防 多口說你不看 只要看這裡 我們在講一個 基本的社交媒體禮儀 大家都要守 不是說我是一個觀眾 我是一個網民 我不需要負責任的 留言 我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那叫言論自由 那不是叫言論自由 你沒有Respect的話 就算了 對不對 我們不是欠了你的 很多時候 解釋一下 就算你提意見 可不可以 給一點點尊重 大家都是 禁光那麼大 平等的 我們沒有欠利 你沒有Pay人工給我們 其實很簡單 我怕我漏了說 就算Pay老闆的話 出糧也不是這樣的 上司的下屬 都不可以用這樣的態度 可以 當教訓 明白不明白 最重要 在禮拜六 我已經把個別通知 大家 九月後報名的人 如果收不到通知 你用我的電話 再WhatsApp我 因為我已經遇了幾多人 但他知道 是委員還有的 但我管你來 來不來就沒什麼所謂 其實因為現在已經 超過二十五天以上 我都個別 每一位獨立 說了也都留了一句 叫不要放飛機 因為我要去交訂金的 九月一號兩點鐘見 大家 我已經留了所有地址 很清晰獨立 每位去留的 包括康政家 Land Yip 我都通知了他 OK 康政家回來 我都說 有位聽眾 已經入了錢 請我們三位一起吃 OK 好 入政題 入政題 是啊 現在就恥笑了 等待此小時段 現在…